今天我台妹邀請你這個男生 早前經常都會聽到我們自己播他的歌之餘 我們已經懂得唱他的首歌 超級煩 我們真的有播的 他是小鬼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小鬼 黃昇 你這首歌很入腦喔 我想說 知道你入腦為什麼嗎 就一直在腦袋裡面轉 是啊 很謝謝林希老師 因為這個詞寫得很好 然後這個曲呢 其實就是很 它其實就是電影 但是跟一般電影不太一樣 它比較慵懶一點 我也很喜歡 我自己聽了以後也覺得 哇 酷 蠻有趣的 但我想問一下 林希老師幫你寫這個詞 因為你知道 香港很多妹妹很喜歡你 無論台灣還是香港 最Hit的就是情歌 難得第一次唱廣東話歌的時候 我以為你都是唱情歌的 我沒想過你唱一些社會上發生的詞歌 簡單說就是 這一首歌就是要讓大家超有感 那情歌不見得就是有感 因為通常有感的都是 自己有這樣子的想法 跟有這樣子的經驗 可是我們想要的是一個 聽了以後就像你說的很洗腦的 進去裡面就哇 一直想到 一直想到的 對 那我們決定還是選擇這樣 讓大家覺得我們很有感 是 但好啦 超有感還超有感 為什麼會突然間作一首廣東話歌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 超有感 不不不 我想要回饋給香港的粉絲 因為香港的粉絲給我很大的力量 因為之前我來開了演唱會 在STAR HALL 4000人集得滿滿的 我真的很謝謝他們 所以我決定了 我要報答他們 我要唱一首廣東歌 跟他們有關係的歌 聽得出小鬼為了這首歌 除了答謝粉絲之外 他是很努力去唱的 為什麼呢 我們嘗試不看歌詞 就這樣聽你唱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對呀 聽得懂 天天最恩惠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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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完廣東話歌 講到你的專輯了 我一看的時候 平時小鬼給我的感覺 很喜歡黑色 CD 很少會變成小朋友 像小朋友 我想問你是否刻意 因為故意的要讓大家超有感 要讓大家有驚喜 所以說首先在視覺上面 我跳舞 而且我還有一個不一樣的風格 聽覺上也有不一樣的曲風 所以說大家才會 哇好酷喔 這次有不一樣的感覺 小朋友的感覺 是不是也是小鬼本身自己的性格呢 對 其實心裡面都要有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對很多事情都有感覺 比如說他去一個地方 看啊 一直看啊 一直摸啊 小朋友才會這樣 那樣子才會有靈感 如果大人長大了 就不會這樣做 也不會 久而久之 就對很多事情都沒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 心裡面都要注意一個小朋友 小鬼自己覺得自己最像小孩的 又是哪一分呢 我覺得就是感受力吧 就是對很多事情有感覺 然後我會去看啊 我會去觀察 我會去想 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玩 觀察力很強的小鬼 其實另外就是 我看到CD裡面又有一些玩具 我發現身邊有很多的男生 越大就越像一個小朋友 他們一見到玩具 就眼睛好像發光一樣 哇玩具啊 幹什麼 人越大 是不是就越變回小孩呢 尤其是男人 對 男孩子啊 尤其是 就是越來越大的男孩子 就是 他們希望就是 回到以前小時候的那種感覺 因為小時候有很多玩具 沒有錢買 長大以後就想要買 對不對 那像這一次大人同風 我裡面有一個公仔 他就可以把它拆開來 自己裝上去之後 你可以塗上自己喜歡的顏色 對 小朋友就會做這些事情嘛 對 那你要有感覺 覺得好玩 你才會做啊 所以這一次呢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遊戲 大家可以互動 除了你的堅持之外 裡面應該都有一首歌 是你自己堅持 要放進去 這首歌叫唐伯虎 對 因為是你自己的作詞 唐伯虎呢 比較特別的是 我把糖變成糖果的糖 最近大家都在玩 Candy Crush 所以說我就跟他 有一些聯想在一起 你有沒有玩啊 我有啊 玩一點點 但是後來就沒有一直玩 因為就一直在工作 對 所以說 我把它套用在愛情上面 其實也覺得蠻有趣的 對 是怎樣呢 套用了入愛情裡面 會變成怎樣呢 其實很好玩 你看唐伯虎的糖 是糖果的糖 那我覺得 套用在Candy Crush 有點像什麼呢 你一次只能吃一顆糖 如果你吃了兩顆 三顆 砰就 炸開 好像你的MV一樣 對 然後或是 你喜歡的女生 不見得她就喜歡你 所以說 她也有可能給你一個炸彈 對 那甚至於你是一顆糖 如果你把自己當成一顆糖 我可以為了這個女生 變成方的變成圓的 變成不同顏色 不同口味 如果她不喜歡甜的 說不定她喜歡苦的巧克力 所以說 這就是心思 然後把這個遊戲跟這個感覺 套用在愛情上面 那小鬼有沒有試過 也是為一個女生 變成了很多不同的糖呢 嗯 有啊 我在談戀愛的時候 是會努力做這些事情的 但是最後都還是 輸在這個糖沒有時間 這個糖 這個糖要去做很多 回饋Fans的事情 剛才就說了小鬼 你拍拖的時候 就會變成不同的糖 去哄個女生 那我想問一下 有些什麼的女生 在你心目中才是完美的呢 我心目中的漂亮的美女 嗯 嗯 我喜歡短頭髮的 是不是還是阿莎呢 阿莎很可愛啊 對 我喜歡短頭髮 然後 其實也不見得要短頭髮 就只是一個印象 對 嗯 就好像我這樣 你這樣子很好 這個短度很好 就是你喜歡我了 OK啊 哈哈 講笑而已 這樣哄我 OK喔 但我覺得 嗯 簡單說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有沒有 一樣的興趣 對 興趣很重要 我喜歡看電影啊 吃啊 運動啊 對 我覺得如果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才會長久 聊的東西 才會有一樣的話題 我還以為你會喜歡貓的女生 我喜歡貓啊 你喜歡貓的 但是我喜歡貓我喜歡狗 可是我都沒辦法養 但是狗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敏銳 牠們就是愛玩一直玩一直玩 可是貓就是比較敏銳 比較有靈性 所以說這一次 嗯 春上的貓是一個非常棒的歌手 嗯 寫詞人叫做 許哲沛 嗯 Peggy許哲沛幫我 做的這首詞 我覺得也很酷 我也很喜歡 阿哲沛就做了這首歌給你了 你又喜歡 貓啦 貓有時候又很囂張 嗯 就是牠喜歡嗲你的時候 就小龜走上來嗲你 不喜歡你的時候 就會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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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樣子的 我喜歡這樣子的 你反而喜歡那些女生這樣嗎 我喜歡她 有時候很窄啊 對不對 有時候又很熱情啊 有時候又很優雅 有時候又貪在那邊睡覺又很可愛 我覺得這樣子的女生很可愛 都很喜歡那些敏感 反差 反差很大 那雙子座就襯你了 其實我不太知道哪個做是怎麼樣的 對 我相信每一個做都有不一樣的性格 對對對 我相信外星人 那你相信外星人 你覺得外星人是有惡意還是善意的 我覺得他們沒有惡意沒有善意 如果我們沒有影響到他們 他們是不會來對我們做什麼的 對 如果他們有惡意的話 我們應該也不會活那麼久吧 你想不想見外星人 我想 但你絕對不怕她 不怕 如果你看到她的第一句話 你想她說什麼 你會不會有什麼很想問她 Facebook Instagram 那你有什麼想問她 如果我可以跟她溝通的話 我想問她 對 接下來我們的手機 會延展出什麼樣的功能 對 人類還有什麼功能 可以就是更突破 我想問一下 小鬼算不算是一個很容易快樂的人 我可以很容易快樂 我想到譬如說等一下 可以吃東西 我就很快樂 我喜歡 有沒有一些不喜歡吃的 不喜歡的 芹菜 芹菜 對 台灣很喜歡芹菜 台灣的芹菜就是什麼 芹菜 加什麼 貢丸湯 貢丸湯 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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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不喜歡吃西芹的 我不喜歡 還有做實驗 做那個科學實驗 就是她 插在那個紅色的藥筍裡面 看看她會不會爬上來 做實驗 對啊 芹菜 芹菜 芹菜不是一個洞一個洞的 對 插在那個紅色的那個水裡面 然後我們在小學的時候會做那個實驗 是嗎 紅色的水 對 它會吸上來 它自己會吸上來 它會升上來 它會吸上來 整隻芹菜會變紅色 但是那些紅色水是什麼紅色的水 就是紅色的水彩或是什麼之類的那種 真的嗎 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香港沒試過玩這個實驗 所以你看看後面都呆了 你的工作人員 那對於小鬼來說 會不會就是你以前做實驗 就是你讀書的時候 就是你最快樂的時段 如果時光機的話 我想要回到國小 小學的時候 小學 那時候最開心的小鬼 對 我想要把我 用我現在 我有現在的靈魂 現在的力量 然後回到國小 為什麼呢 這樣子我的功課一定很好 然後 而且我又 每天過得很開心 都不用聽老師在講什麼 我就回家 我都會 那些太簡單了 就全寫完 然後每天過得太開心 好聰明的人 這樣 我相信小鬼就算不用坐時光機 你未來即將 都會一直都這麼開心下去 因為很多的粉絲 惡迷都很喜歡你 尤其是在香港 有沒有什麼說話 最後想跟香港的惡迷說 簡單說就是 很謝謝大家 我希望大家很喜歡我的作品 接下來還有很多很多方法 可以報答大家 那就是有一個很棒的演唱會 跟大家一起大合唱 所以小鬼的惡迷們 大家密切留意著 小鬼遲些會在香港 有一個音樂會 跟大家一起大合唱 大家一起玩 今天很感謝小鬼上來 謝謝 下次到你演唱會的時候 我們一起大合唱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